大家好呀,欢迎来看米虫 醉酒的女人为了帮朋友整治复兴汉 拿起生发液朝男人脸上喷去 男人不以为意 睡掉第二天却发现脸上长出了超级落腮糊 素贞是一名基因研究员 在工作上她拥有一个超强大脑 可她的恋爱却一塌糊涂 不是被劈腿,就是在被劈腿的路上 素贞认为她的爱情一直失败并不是她的错 如果非要说她有错 只能说出现在她身边的男人都不是她的命定伴侣 素贞通过研究发现 每个人都有与DNA相匹配的命定伴侣 只要解开DNA密码 就可以找到为自己预定的命中伴侣 而她的DNA伴侣是个长得很高 身材纤细,双眼皮,发量非常浓密 怕热又爱发脾气的男人 素贞向大家介绍 只要成功解锁DNA密码 所有人都不会再为情所困 说到这儿,会议室的大门被推开 一个手捧鲜花的男人大步走来 素贞知道那就是自己的命定伴侣 可她怎么都看不清男人的面容 素贞从睡梦中惊醒 发现刚才的一切竟是个美梦 好在她根据DNA匹配找到了情投意合的男友 眼看跟男友的约会要迟到 她匆忙赶去赴约 刚一见面 素贞就拿出精心研制的 跟DNA完全匹配的超级生发水 严重脱发的人只要喷上 七个小时后就会长出像兔子一样毛茸茸的头发 素贞向男友邀功 有个研究记忆的女友是不是很方便 谁料男友给了她当头一棒 提出了分手 男友坦白素贞从来不是她喜欢的类型 况且她早就厌烦了素贞一天到晚 把DNA挂在嘴边 为了研究 素贞收集她的头发 性BT的纸巾 甚至是耳屎 导致她上厕所都没办法正常如厕 控诉素贞不是女朋友 而是跟踪狂 素贞解释 她这样做只是想看看 两人在DNA上有多匹配 男友吐槽她 不如去占卜或算命 现在必须分手 素贞拿着生发水挽留 声称这是自己研究了几个月的成果 谁料渣男说话诸心 比起为她研究生发水的女人 她更喜欢说她脱发也帅气的女人 说完扔下生发水扬长而去 素贞追出去责骂渣男没良心 她谈个恋爱 不停讨好渣男的家人 现在渣男拍屁股走人 对她不公平 两人争吵的一幕 为车里的言语看个正招 无聊的她将这出分手戏码当成电影来看 打发时间 原来长相帅气 还是医院院长儿子的言语是个花心大萝卜 交往的女友无数 却没一个能走进她心里 高兴就谈 不高兴就分 最不喜欢互相纠缠拉扯 今晚女友跟朋友在夜店喝酒 言语过来接人 但她不肯走进夜店 扬言只在门口等三十分钟 时间一到立马走人 看着眼前的素贞被渣男挣脱 独自哭泣 又险些被车撞到 言语好心打开闪光灯提示 三十分钟一到 女友没出来 言语驾车离开 路过素贞身边 她吐槽 精神恍惚是素贞的特长 次日言语在上班路上 接到了女友的电话 女友埋怨她 竟然放任自己在夜店玩 昨天没见到 今晚两人必须见面 言语不堪其扰 直接下令 三十秒已过 言语不仅毫不留情地挂了电话 还心情灿烂地 接受护士精心准备了咖啡 以医生的身份释放魅力 另一边备受打击的素贞 食不下咽 不过她相信前男友肯定会回心转意 因为两人的基因互相吸引 前男友的身体会本能地拒绝别人 就在这时 同事忽然惊呼 前男友的最新基因报告了解释 前男友有花花公子的基因 而且素贞的每一任男友 都携带花花公子基因 说明他本身就会被花花公子吸引 受到打击的素贞跑去喝酒 同时为情所困 借酒交仇的 还有言语的女友 女友大骂言语是渣男 醉醺醺的素贞为了替女友讨回公道 拉着同样喝醉的朋友 让女友带路去找言语 三个醉鬼摇摇晃晃来到了言语家 此时言语正在拼拼图 被人打扰很不高兴 一开门进来两个醉鬼更不高兴 女友哭着扑进言语怀里求复合 烂醉的素贞坐在门口没力气进来 只有一只脚卡在门口 妄图恢复体力再进来 言语推开哭哭啼啼的女友 直言她不喜欢耍赖皮撒娇的女人 女友表白言语是她命中注定的男人 她离不开言语 言语回答 她根本不信命中注定一说 只有那些缺乏自信的人才拿这个当借口 言语的话激怒了坚信命中注定理论的素贞 素贞拔下插在头上的筷子 指责言语是个不会付出真心的人 所以才总是轻易分手 像她这种人不配得到爱 说完素贞扔掉筷子 拿出超级生发水向言语冲去 言语受到惊吓 不慎碰下了桌上的拼图 但仍没逃过生发水的攻击 脸侧顿时传来冰凉的感觉 朋友见素贞闯祸 连拉带拽把人带走 言语匆忙洗掉脸上的不明液体 她拿起素贞落下的生发水 没闻出异常味道 猜测里面没有化学成分 接着如厌恶地将素贞拉下的一只鞋 装进袋子里 希望再也不要见到那个疯癫的女人 素贞醒来后断片 直记得朋友强行把她拖进电梯 前因后果全都想不起来 经朋友提醒 她才想起朝言语喷射生发水的事 至于言语 她的情况非常不妙 她发现刚剃完的病脚又长出了胡子 还是被喷了不明液体那一边 这下她确定 瘦魁祸首就是素贞的超级生发水 素贞全然不知 还意外撞见前男友 跟自己办公室的后背在一起 这才知道自己遭遇了明晃晃的背叛 可前男友却指责她 她之前的每一任男友都是被她的基因理论逼出轨的 素贞弃疾败坏 控诉前男友 她患的不是脱发症 而是身上有脱发基因 三年内会彻底脱光 再也不会长头发 她的后代也会遗传脱发问题 不仅如此 她还有引发前列腺癌的基因 40多岁发病的可能性极高 素贞警告她 现在年轻症状还不明显 随着年龄增长 以后她就会像自己说的这般 前男友伤了自尊 想对素贞动手 关键时刻 素贞的发小突然出现 指服了前男友 发小把素贞带回自家餐馆吃饭 为了避免素贞再受伤害 发小要求 以后再谈恋爱 必须先让她把关 她说那个人不行 素贞就绝对不能再谈下去 与此同时 醒来的言语惊恐地发现 她病脚的胡子越来越多 果然像素贞诅咒的那样 长成了连病胡 言语不能接受 同胡出声 上班时 她捂着连病胡不敢见人 关上办公室的门 立刻剃掉了胡子 要想彻底解决麻烦 必须找到罪魁祸首本人 可她苦恼 不知道去哪里找对方 这波上天安排了两人再次遇见 素贞收到领导的信息 去跟合作会诊的医生开会 素贞来到礼堂 可她万万没想到 前来洽谈的医生竟是颜语 她战战兢兢刻意躲避 颜语的视线 其实颜语刚一进门 就认出了素贞 但她害怕素贞不肯承认 自己做的事 因此半猪吃老火 假装没认出素贞 等证据确凿后 再揭穿素贞的行为 素贞见颜语 没有问责的意思 我以为颜语没认出来 那晚疯疯癫癫的女人就是她 于是放松警惕 开始试探颜语脸上长毛这件事 询问是不是有家族遗传史 就在颜语不知该如何回答时 一群人走下楼梯 好巧不巧将素贞和颜语挤在中间 听到众人嘴里谈论生发问题 颜语异常敏感 询问这是什么研究 素贞解释 他们正在研究一款 根据DNA定制的生发精华 名字就叫超级生发水 临床实验表明 生发水效果非常惊人 只用七个小船 老鼠就长出了兔子那样浓密的毛发 颜语瞬间慌了 迫不及待想知道 用在人身上会怎样 颜语心如死灰 但又抢颜欢笑 现代科技脱毛蜜蜡 脱毛膏 各种技术应有尽有 不怕应付不了区区一侧的毛发 聊完毛发问题 两人进入正题 颜语医院有一个孕妇小刘 被查出染色体变异 孩子极有可能还没出生 就胎死腹中 即使生下来存活率也很低 就算勉强活下来也会是畸形儿 颜语表示他会建议小刘做流产手术 素贞说起 之前也有过这样的案例 那个孩子只在世上存活了一天 但父母为他举办了宴会 唱了生日歌 父母表示 就算只有一天的相聚 也不后悔选择生下孩子 颜语听出素贞话里的意思 可现在的情况是 不光她儿有问题 小刘本人也患有肺动脉高压 作为妇产科医生 无论什么时候 她都将孕妇的健康摆在第一位 素贞于心不忍 或许对有些人来说 相见的那一刻胜过时间的一切 颜语认为 涉及生命不该用感性对待 她只想先确保孕妇的平安 颜语临走前 也还要一起探讨问题为由 加上了素贞的联系方式 下班后 素贞拿出最喜欢的香水 给狗狗闻过味道后 让狗狗去找哪个男人身上有这种味道 以此来寻找基因伴侣 狗狗停在一个背影帅气的男人身边 素贞正在窃喜 男人突然转过头来 四目相顺 素贞的希望瞬间破灭 因为对方竟是发小康勋 素贞凑近闻康勋 身上的味道 却什么味道都没有 分别前 康勋送给素贞一个新型防狼警报器 只要素贞一按按钮 她就能收到呼救 素贞感动康勋 对她的关心和照顾 知道康勋是个可以为她拼命的男人 只可惜康勋对谁都好 另一边 言语将小刘的情况告诉了她本人 如果继续处在怀孕状态 小刘的肺动脉高压将会有致命危险 小刘明白了就算孩子生出来活下去的概率也微乎其微 而她也有丧命的风险 她询问言语自己该怎么做 言语回答这是她自己的人生 需要她自己做出选择 但她不希望产妇做出让自己和孩子都危险的决定 说完言语在医院停车场遇见刚刚回国的熟人美恩 两人拥抱热聊 美恩似乎对言语女朋友的位置很感兴趣 拥抱过后 她发现言语的一侧病角冒出密密麻麻的胡茶 言语赶紧捂住脸逃上车 回到家看着长出来的胡子 气愤地给素贞打电话 素贞看见言语的名字 立刻脑补出言语顶着一连连病胡质问她的画面 素贞硬着头皮接起电话 此时的言语也不再忍耐 直言素贞的超级生发水导致她坚硬变异 要求素贞明天务必来医院找自己 给她一个答案 她为何会长毛 次日素贞来到医院 言语直接拿出那瓶生发水 将东西勿归原主 素贞解释 她从小就有快速眼动睡眠行为障碍 会无意识做出梦中的行为 接着装傻冲愣 往称不知道言语怎么误喷了自己的生发水 言语见她不见棺材不落泪 拿出那碗她落在自己家的鞋 证明她才是让自己长毛的罪魁祸首 素贞见推脱不了让言语摘下口罩 言语不耐烦地把胡子展示出来 没想到素贞竟然用手摸 感受素贞温柔地抚摸 再看着素贞靠近的侧脸 言语心中浮现异样的感觉 言语拿出正常胡须和变异后胡须的样本 让素贞赶紧找到解决办法 素贞道歉酒后的无理行为 竟然让她变成了穷凶极恶的大胡须和冒牌货猫王 道完歉 素贞兴奋拿出工具采集言语的基因 一个妙龄女子突然靠近 言语感觉周身温度升高 催促素贞快点结束 素贞为给言语降温去开窗户 不想怎么都拧不开 就在这时言语握住她的手 打开了窗户 素贞看着靠近的言语 心里小鹿乱撞 直勾勾地盯着言语 不料言语在本单温柔的时刻 说出了极其扎心的话 给她24小时 必须拿出生发水的解药 如果明晚8点还没找到解决方案 将会以其他方式问责 晚上言语回家吃饭 可妈妈对她很冷淡 言语想和妈妈外出就餐 妈妈回答 丈夫不回来 她哪里也不去 言语不禁想起了小时候 那天满地狼藉 她的脚被碎玻璃扎伤 喝醉的妈妈告诉她 从今天开始 爸爸不再回家 以后就他们两个人生活在这里 言语心中难过 去熟人康勋家的餐馆喝酒 她询问康勋 只关注一个人是什么感觉 一个人变了 另一个人也应该变 见惯了妈妈日复一日 无望的等待 比起变了 她更讨厌不变 康勋立刻明白 这就是言语不停更换 恋爱对象的原因 她劝说言语 试试一个人生活的感觉 言语不同意 直言她喜欢女人 第二天 小刘再次来到医院 看着来来往往的产妇 小刘的心情变得低落 有了不好的想法 在一次执行任务中 身为消防员的康勋 救过小刘 为避免小刘再出意外 康勋临走前给小刘留下自己的电话号码 让她有需要找自己 小刘想在临死前感谢康勋的帮助 但康勋正在出任务 并未听见手机响 与此同时 素贞检测出小刘有死亡基因 她立刻打电话告诉言语 言语不相信所谓的基因论 谁料这时 她听见护士惊呼 有孕妇想不开 言语马上赶到天台 发现对方正是小刘 为了挽救小刘 言语用素贞的话劝她 保证会尊重她的意愿 就算只有一天的相聚 也会拼尽全力让她和孩子见面 小刘接受不了孩子离她而去 仍旧站在天台边缘摇摇欲坠 素贞为了安抚小刘 也爬上边缘 劝说小刘不要放弃 见小刘情绪有所松动 素贞朝她伸出手 小刘想握住素贞的手 却在最后一刻改变心意 素贞眼疾手快推了小刘一把 可她自己却直直坠落 生死攸关之际 言语突然冲过来 将素贞护在怀里 跟着素贞一起落下 两人一起掉在了安全气垫上 前来救援的消防员康勋 发现掉下来的是素贞 紧张查看素贞的情况 言语凑过来打去 她的运气向来不错 素贞跟她在一起 也会沾染好运 素贞这才知道 康勋和言语竟然是朋友 言语也很意外 素贞和康勋是旧时 康勋建议两人去检查身体 言语却静止查看孕妇的情况 言语从身边走过 素贞看直了眼 刚从楼上摔下来 她的鼻子正对言语的腋下 她闻到了言语身上的汗味 奇异的事 那竟是一种很香的气味 素贞和康勋一起喝酒 今天的孕妇 让素贞想起了死去的父亲 当时她隐约察觉到了 父亲的反常行为 可她当作什么都不知道 因为那时的父亲看起来不开心 总是在家释放着 不想活的消极情绪 也许他们对父亲缺乏关心 以至于父亲生前的最后几通电话 都不是打给家人的 素贞心里充满悔恨 父亲的离世 成了她心里的一根刺 同样 这件事也是康勋心里的刺 当年康勋没能救下素贞吧 她也自责了多年 分别前 康勋把热服贴送给素贞 让她处理一下今天磕碰到的地方 素贞觉得磕碰更严重的应该是言语 晚上素贞躺在床上 想起了言语安抚孕妇时说的话 能见到对方比世上任何事物都更加珍贵 这是素贞曾对她说的话 与此同时 言语也情不自禁回想着素贞救孕妇的那一幕 她听到素贞说着不希望再看到有人在她面前死去 二人想着彼此 渐渐被对方吸引 素贞对言语身上的香味念念不忘 为了测试她是被香味吸引 还是产生了错觉 她决定把香味偷来 她的计划是收集言语的汗水 研究香味 素贞撒娇卖萌 请求康勋跟言语一起打篮球 康勋拗不过她 只好带她一起去篮球馆 素贞手拿康勋的加油牌 视线却紧紧追随言语 看到言语的汗珠掉在地上 她痛呼可惜 球赛结束 康勋没找到素贞 殊不知素贞藏了起来 等众人离开 她鬼鬼祟祟走出来 偷走了言语刚才穿过的球衣 可这一幕正好被言语看到 回到实验室 素贞立刻开始做实验 她把言语的球衣放在水里 让气味发酵 提炼出来的气味就是言语身上的味道 她有多喜欢这个气味 就说明她跟言语的DNA基因 有多吻合 言语不知道 她被当成了实验小白鼠 她和美恩一起来看柳画家的画展 其中一幅 母亲抱着孩子的画 吸引了言语的注意 通常母亲怀抱孩子 流露出来的是幸福 这幅画却让她看到了恐惧和悲伤 柳画家讲述 这是她第一次生完孩子的感受 这个孩子的到来 像钉子刺进了她的心脏 扯住她的后脚 折断她的翅膀 就像在为她打造坟墓 言语直言 美恩听她这样说一定会很难过 两个女人哈哈大笑 美恩只是柳画家的干女儿 两人并没有血缘关系 柳画家的丈夫已经去世 她和两个女儿的关系很淡漠 言语听美恩说话时 忍不住想起了素贞 素贞明媚鲜活的模样 让她忍不住想要靠近 她第一次对女人有好奇的感觉 而素贞终于在求医里提炼出了言语身上的味道 只闻一下 她就被天堂般的味道深深吸引 那是她从未从任何人身上闻到的 既甜蜜又朦胧的香气 这种念念不忘的致命味道 让她的心脏剧烈跳动 素贞把言语当作DNA匹配的命定之人 但味道只是第一关 在进入下一关之前 她必须确认严语是不是拥有风流章鱼脚基因的花花公子 如果严语有劈腿基因 她要坚决远离 为了让严语同意检测基因 素贞跟着康勋来跟严语等人聚餐 她精心打扮了一番 到场却发现这顿饭的主食是章鱼 因为心里个隐 吃章鱼时 她不小心被噎到 严语见状立刻对她进行施救 素贞觉得丢脸 跑出来透气 言语跟出来 追问她为何偷自己的球衣 怀疑她有特殊癖 素贞解释汗水中有人体的气味 通过气味能辨别是否对对方有好感 言语询问她的气味如何 素贞站在生物学的角度直白表示 她很喜欢 言语认为素贞是在变相表白 素贞慌乱解释 现在还只是测试阶段 正说着 康勋跑过来打断两人的谈话 要送素贞回家 言语主动上前 她跟素贞顺路 可以送女生回去 康勋却拒绝 称素贞住在她家附近 说完揽着素贞的肩膀离开 次日 素贞为了拿到精英检测同意书 拿着研究出来的生发抑制剂 来找言语 她帮言语涂抹 距离靠近 两人都有些心跳加速 迅速移开视线 为了进入正题 素贞询问言语 有没有被异性的味道强烈吸引过 邀请言语闻问她身上的气味 是否是喜欢的类型 言语靠近素贞 素贞心脏报警 立刻弹开 她说出了找言语的真实目的 希望言语同意自己检测她的基因 并如实告知 她的前男友们都有风流章鱼角基因 全都劈过腿 所以她才想知道 言语有没有这种基因 可让她失望的是 言语并不认同 通过气味确认好感的方式 也不认为男女关系 可以靠基因来互相了解 拒绝了她的想法 素贞只好暂时作罢 转天是素贞爸的继人 康勋为了缓和母女三人的关系 把他们同时叫到自家餐馆 素贞在桌上摆上爸爸的碗筷 康勋爸给素贞爸倒酒 承诺康勋会好好照顾素贞 他也会帮忙照顾一家人 素贞真诚感谢 可温馨的气氛随着妹妹和妈妈的到来 瞬间冰冷 康勋努力调节 妹妹直接指出 康勋有他们一家人没有的人情味 素贞妈指责丈夫 身为一个大男人 最大的愿望竟然只是跟家人吃顿饭 嫌弃丈夫没出息 同时提醒女儿们 就算是一家人 若没法体面地活着 也只会拖其他家人的后腿 素贞埋怨妈妈从未感谢过父亲的付出 两人一言不合呛了起来 母女三人埋怨使对方忽视父亲 才害爸爸走上了不归路 争吵声尽到了在外面吃饭的言语 言语这才知道原来柳画家是素贞的妈妈 画上那个不被欢迎的孩子 原来是素贞 素贞跟家人争吵之后跑了出去 康勋想要追上去 被父亲拦住 让他给素贞一点时间 一个人静一静 言语找出来 看到素贞正在哭泣 为了哄素贞开心 他同意素贞检测他的基因 素贞喜极而泣 内客说他想要一件言语的球衣 素贞拿到了言语穿过的七号球衣 他紧张祈祷 一定不要有风流章鱼脚基因 很快检测结果出来 素贞惊喜发现 言语涵盖了各种优点 然而最后一项 却让他瞪直了眼睛 言语拥有七个风流章鱼脚基因 可他不知道 言语和康勋 都穿了一样的七号球衣 很有可能言语拿错了衣服 素贞一腔希望落空 不知该如何面对言语 偏偏主任让他去言语的医院跟进合作 为了考察言语是不是渣男 素贞开始暗中观察言语 他看到言语温柔地蹲下来 给孕妇寄鞋带 开会时 护士用星星眼看着言语一脸崇拜 当他演讲完毕 得到言语热烈的掌声 护士愤愤不平 在走廊上故意撞了他一下 对他充满敌意 素贞得出结论 言语就是个中央空调 对所有女人都放电 勾得人花枝乱颤 素贞去洗手间时 听到有人在厕所隔间呕吐 一个药瓶从隔间滚了出来 等女人从洗手间出来找他咨询 他提醒女人 看起来女人的身体状况堪忧 而且脂肪值比标准水平还要低 继续减肥 吃食欲抑制剂的话会荷尔蒙失调 导致抑郁症 女人不停劝告 坚持要减肥 声称老公喜欢模特那种体型 而他满身都有皱巴巴下垂的坠肉 现在老公的外遇对象 比他儿子还年轻 他必须把老公抢回来 素贞对婚姻不幸的女人产生同情 女人继续倾诉 老公最初对他一心一意 第一次出轨是在他怀孕的时候 被他发现后道歉祈求原谅 水料从那以后竟然一发不可收拾 换女人的速度堪比换衣服 素贞认为风流章鱼脚基因是一切罪恶的来源 此时他并不知道眼前的女人是严羽的妈妈 素贞在接待严羽妈的同时 严羽也在跟父亲见面 爸爸是医院的理事长 早已做好决定以后让严羽继承医院 可严羽只想当一名优秀的妇产科医生 他从小目睹爸爸出轨各种各样的女人 妈妈把自己熬成了怨妇 被忽略了他对父母感情干博 丝毫不关心这次爸爸的外遇对象 是个比他还小的女人 另一边 素贞在下班路上偶遇前男友和一个女人拉扯 女人怀疑前男友跟自己交往的同时 还跟别人暧昧不清 素贞没想到前男友背叛自己 勾搭上后背之后 短短几天又背着后背跟别的女人纠缠 为了揭穿渣男的真面目 他当即拨通了后背的电话 让两个女人同时看清前男友劈腿的无耻行径 前男友陪了夫人又折兵 对素贞怀恨在心 前男友追着女人离开 素贞想起 当初苦苦哀求前男友不要离开自己的一幕 现在才发现 像这样的渣男就应该早日放弃 为了避免再次迷上风流章鱼脚渣男 素贞当即给言宇发信息 表示言宇身上拥有七个风流章鱼脚基因 他建议言宇坐坐冥想 或者去寺庙进行修行 尤其注意不要吃鰻鱼 韭菜和牡蛎等食物 言宇不相信自己身上有这种基因 更不想就这样背叛死刑 约素贞面谈 两人在公园见面 素贞真诚表示 就算伴侣得了罕见疾病 或者时日无多 他也会陪伴到最后 但他无法接受章鱼脚基因 他很庆幸自己做了基因检测 相比于人的感情 他更相信基因 只有DNA是永恒不变的 言宇觉得素贞的想法很荒唐 自己也冤枉 控诉素贞根本不了解他 就断定他会花心 可素贞认定他的基因已经给出答案 就算他现在不劈腿 以后也一定会劈腿 言宇对素贞很失望 跑去酒吧喝酒 不想偶遇了美恩 他询问美恩 自己看起来像不像花花公子 美恩回答 他很会捕捉女人最美的瞬间 不管对方年纪大小 相信跟他交往的前女友们 都会对他念念不忘 与此同时素贞也在跟康勋谈心 康勋劝他 命定伴侣并不能靠基因检测得出结论 要去真正了解别人 才能找到相爱之人 康勋不想再看素贞为情所困 要带他回家吃拉面 素贞扶着康勋的手跳下去 不料一个不慎竟把康勋压倒在地 扑在了康勋身上 素贞闻到康勋身上有花香 康勋这才站起来 警告素贞不要去闻其他男人 否则会被当成变态 素贞回去后 收起了所有关于言语的研究 和言语相识以来的画面历历在目 虽然心中不舍 但长痛不如短痛 他强迫自己当断就断 可就在烧毁基因检测报告时 他发现言语竟然有治愈基因 这种基因正好能拯救他身上的不幸基因 素贞重新燃起希望 想向言语道歉 继续研究言语的基因 就在他难为情约见言语时 竟然在康勋家偶遇了言语 康勋给两人端来面条 便站在素贞面前跟他说话 两人一边聊着往事 一边说笑打闹 言语看到这一幕 心里不识滋味 没吃几口便起身离开 走出店外 他很诧异 平时不善言辞的康勋 今天竟然这么多话 次日 言语和素贞 共同给一个年轻的孕妇会诊 对方腹中胎儿可能会遗传亲祖父的失明基因 希望孕妇有心理准备 谁料孕妇情绪激动 质问为何拥有同样基因的言语会好好的 原来这位年轻的孕妇就是言语爸的辛勤人 为了彰显自己的存在 他故意照言语检查身体 殊不知 言语早就知道了他的身份 因为言语妈把调查到的照片甩在儿子面前 对此愤愤不平 言语提醒孕妇 爸爸不是个安分的人 千万不要以为得到了口头承诺 就会拥有全部 孕妇认为言语在挑衅他 愤怒离开 素贞意外得知了 言语父亲是个花花公子 想起自己对言语说的那些话 好像在说言语跟他父亲是一样的人 他很自责 追过去向言语道歉 言语冷漠表示 这是父亲的私事跟他无关 况且素贞的基因研究 他不相信也不关心 素贞落寞回家 路上他发现有人在背后跟踪他 想起康勋说过 这条路上发生过命案 他吓得一边狂奔 一边给康勋打去电话 可电话一直没人接听 素贞心慌之下摔倒在地 眼看后面的男人冲了过来 他吓得闭上了眼睛 在关键时刻 言语突然赶到 稍后康勋也气喘吁吁地赶了过来 得知男人逃了 他立刻追上去将人制服 没想到对方竟是素贞的前男友 因为不满素贞搅红了恋情 跑来找素贞算账 康勋狠狠修理了前男友一顿 言语把受惊的素贞扶起来 素贞鼓起勇气说出 他身上的治愈基因可能会让想寻死的人获得新生 让整天以泪洗面的人露出笑容 因此他想重新进行实验 在男生即将吻上之际 他使劲撞开了对方 言语无法理解素贞的脑回路 明明他亲上来之前说过 男女之间不一定非要依靠DNA来了解 肢体接触才是验证对对方有无好感的直接方式 康勋处理完前男友拒绝言语想要送素贞回家的提议 亲自送素贞 刚才他看到了两人将要亲吻的一幕 心里很不适滋味 而他没注意到暗处有人拍下了言语和素贞的亲密画面 分别前康勋嘱咐素贞 就算迫切想要挑选男人 也不要随便陷进去 看着素贞关上家门 他又返回找言语 他知道言语曾交往过多个女人 直言素贞是他想保护的人 言语不应该仅凭有趣就亲吻素贞 言语看出康勋的在意 询问他是否喜欢素贞 康勋下意识回避 素贞对他来说就是家人 言语反驳是家人就不该插手对方的男女关系 回到家的素贞 无法控制地回想起言语未完成的吻 让他忍不住心动 而且昨晚言语赶来救他的那一刻 让他觉得冥冥之中好像有某种感应 指引言语走向他 后背雅力给他科普了一种假说 世上存在超过时空的共识性 即便身处不同的时间和空间 也可以感受或看见相同的东西 这个假说与素贞坚信的心电感应基因类似 他相信心电感应基因的存在 未来也一定会被证实 亲吻过后 素贞一连几天都没再出现 言语心中不满 明明说过要研究他的基因 却整日不见人 得知同事要去素贞所在的基因研究所办事 他也跟着一起去 此时研究所来了一个不速之客 女人是气象播报员 因为不满素贞如是记录他的检查报告 而大发雷霆 报告上写着播报员 40岁之前卵巢就会失去功能 能怀孕的次数也少于常人 重要的是他将嫁入豪门 如果让准婆家看到检查报告 他可能连进门的机会都没有 便威胁素贞篡盖一份全市优点的报告给他 素贞秉持研究人员的操守 回绝了女人的要求 检查结果不能随心所欲地指定 女人被激怒 撕扯素贞的头发发泄怒火 赶来的言语为了帮素贞出头 故意扎伤晕血的同事 等同事倒下 先紧急呼救 吸引所有人的注意 再要求跟女人单聊 言语替素贞摆平了麻烦 又特意等素贞下班 送他回家 见素贞捂着眼睛上的伤口 闷闷不乐 他主动带素贞来KTV发泄情绪 素贞有些放不开 但言语又唱又跳的快乐情绪感染了他 他也不再顾忌五音不全 大声喊唱 把坏情绪都释放了出去 回去路上 素贞称怪 言语好像突然换了一个人 对他太温柔 莫名让他心跳加速 言语再次提出 素贞可以继续拿他做实验 实验两个字 让素贞想起了那碗的吻 他怀疑言语有什么目的 不过能研究言语的基因 他还是开心得不得了 回来的雅力打断了两人的对话 看到素贞脸上的伤 雅力以为是言语造成的 从素贞研究出言语的香味起 他就觉得那种味道像臭水沟 知道言语有风流章鱼角基因 他对言语更无好感 暗自叫言语臭水沟章鱼 雅力想尽快摆脱言语 叫素贞一起去吃饭 话音刚落 言语的肚子咕噜叫了起来 素贞热情邀请言语同他们一起去吃 三人来到饭馆分坐两桌 雅力讲述 他今天去教堂做了一工 神奇的是 只要跟那个神父在一起 他的焦虑就会有所缓解 感觉很安心 在神父小时候 他的爸爸就已过世 妈妈也死于火灾 他在孤儿院长大 他的母亲喜欢在温室种花 神父似乎像他妈妈 只要靠近 就会闻到他身上的花香 雅力的话 让一旁的言语 想起了一段久远的往事 小时候爸爸出轨 他冲进那个女人家里的花房 把一盆花狠狠摔在了地上 女人的儿子走了出来 那是一个跟言语年纪相仿的男孩 回过神来 言语为了继续在素贞面前刷存在感 去花店给素贞买了一束花 可他没看见 一个戴帽子的男人 似乎正在监视他的行踪 言语包好花的一刹那 正在做研究的素贞 突然狂打喷嚏 他对花粉过敏 可实验室里并没有让他过敏的东西 言语拿着花来到研究所 不巧素贞正好回母校参加讲座 素贞向学生们讲述 分数不同时间和空间的两人 会有某种奇妙的心电感应 只要相信奇妙的DNA反应 说不定下一秒心爱之人 就会从纳扇门进来 他刚说完 就有人推开了门 素贞赫然看到门口站着 拿着花的言语 这一刻的巧遇像是命中注定 言语拿着花逐渐靠近 随着距离变短 素贞再次狂打喷嚏 口水全都喷在了言语脸上 素贞很纳闷 从中午开始他就一直打喷嚏 言语表示中午他正在花店 花还没送出去 素贞就出现了过敏症状 只有一种解释 那就是心电感应 素贞带言语去自己的秘密空间 这间教室装载了很多素贞的秘密 素贞拿出柜子顶上的地球仪 称这是他的时光胶囊 里面装着想跟当时交往的学长 一起去看的电影票 可惜学长劈腿已经跟别的女生看过了 还有一个随身听 里面只有一首歌 那是他订好以后和男友一起听的歌曲 言语想要听听曲子 可惜随身听没电 便提出等充满电后 两人一起听歌 素贞闻言有些慌乱 一时不知如何回答 言语不再逼他 提议一起吃饭 两人决定同时说出想吃的食物 没想到一口同声喊出了饺子汤 多次的巧合让素贞无比相信 他和言语之间有心电感应 他向康勋倾诉 从来没有跟男生如此默契过 康勋提醒他 默契是建立在了解对方的为人 以及有共同经历下产生的话题 但素贞天生是恋爱脑 对他人盲目产生好感 康勋知道素贞说的人是言语 警告素贞这个世界上最不能交往的就是言语 因为言语给不了他想要的东西 素贞不明白康勋为何如此激愤 压力一语道破 康勋在路边偶遇美恩 美恩为了感谢上次康勋救他 送给康勋一本他刚刚出版的新书 并主动存了康勋的电话号码 以后有危险及时求助 康勋询问他随便存别人的号码 言语会不会生气 美恩解释他和言语不是那种关系 言语对他来说是星期五的男人 因为他每天的约会对象都不一样 康勋无法认同美恩与言语 把交往和分手都当儿戏 像他们这样的人就该跟同类交往 别去伤害无辜的人 说完把书还给了美恩 另一边 素贞为了测试他与言语到底有没有心电感应 约言语吃饭 条件是从两个地点中选一个前往 两人互相不告诉对方选择哪里 看看他们是否会选择同一地点 两人分别出发 在路上寻觅彼此的身影 很快 两人同时听到身后传来呼喊 信息转头却发现 叫助素贞的人是康勋 出现在言语身后的是美恩 美恩无意间偶遇言语 邀请言语喝一杯 被拒绝后 提醒言语不要忘了这周的聚会 同时素贞非常不满 出现在他身后的人是康勋 康勋不理解他为何情绪激动 看到一个骑车少年即将撞到老奶奶 他立刻扑上去抱着少年摔到了一边 老奶奶平安无事 他自己却摔伤了手臂和膝盖 素贞为康勋上药 看着康勋布满伤痕的大腿 心里很酸涩 如果康勋妈妈还在事 一定不会让他做消防员这么危险的工作 康勋觉得男人找到一份好工作 和女人找到一个好男人一样重要 他热爱这份工作 素贞身体前倾时 他闻到了素贞身上的香水味 对世间忽然很不自在 不顾药还没上完 落荒而逃 回到家素贞纷纷不平 他很认真地向言语传送了心电感应 两人却没能找到对方 他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错 临睡前他气愤地给言语发了好几条信息 控诉实验失败 第二天 不甘心的素贞复盘心电感应失灵的原因 他确定了汉江与南山两个地方 七点到八点 他祈祷一定要遇见言语 向对方传送了心电感应 八点半 康勋出现在他身后 他怀疑自己的心电感应受到阻断 传到了康勋那里 就在这时 手机响起 素贞言词收到了言语昨晚发来的信息 是一张在汉江小吃店门前拍的照片 素贞确认 在南山和汉江这两个地方 他与言语都选择了汉江 至于两人为何没遇见 应该是言语也受到了干扰 他很好奇干扰言语的人到底是谁 意识到实验受到外力干扰 素贞给言语打电话 要求见面聊一聊 言语提了几个见面时间都被素贞否定 具体哪天见面还需要素贞来定 被素贞牵着鼻子走 言语很担心自己的处境 晚上言语去参加美恩之前邀请他的聚会 参加聚会的多是感情观开放的盟友 尤其美恩是多角恋的忠实践行者 有导演与美恩聊起了多角恋 美恩不掩饰自己的想法 28岁时他开始同多个男人交往 因为他喜欢恋爱 却讨厌男女双方为了独占彼此而互相伤害 导演不还好意地询问 美恩小时候是不是遭遇过不好的事 在他看来同时交往多位男性是缺爱的表现 言外之意美恩是个不正常的人 导演说完伸出闲猪手占美恩便宜 美恩想离开他又拽着美恩的胳膊各种贴层 言语走过来帮美恩摆脱了纠缠 他安慰美恩既然要走一条与众不同的路 就不要将难听话放在心上 他认识的美恩从来都是自信的 美恩想知道言语对多角恋的看法 言语如实相告最初难以接受 后来认同他喜欢跟对方保持舒服的距离 不会太远也不会太近的关系刚刚好 当初决定跟多角恋的美恩谈恋爱也是他的选择 就算是周五男友 每次约会也都让他充满期待 可惜美恩消失了半年 两人最后不了了之 言语想见素贞 邀请素贞明晚去看星星 素贞是天文爱好者 当即答应下来 出发前素贞给康勋打电话 今晚他去看星星不回家 拜托康勋帮他遛狗 得知素贞要在外面露营 同行的人还是言语 康勋 警铃大作 此前他在言语同事那里得知 言语为了让素贞上钩 做了一堆作战计划 同事感慨 言语这样的高手制定计划 将无人能敌 言语带素贞来到目的地 搭起帐篷摆好工具 惬意地吃着烤肉 担心素贞掉进陷阱的康勋 也火急火燎地赶了过来 他焦急寻找两人的身影 正好被同样来露营的美恩看见 美恩悄悄跟在他的身后 言语夹起一块烤肉 围到素贞嘴边 言语一眼看出 康勋是故意来捣乱的 素贞相信只是巧遇 拉着康勋坐下来一起看星星 素贞搓手寒冷 言语贴心地给他披上毛毯 康勋一把拽过来 盖在自己腿上 反而把外套脱下来给素贞 言语不甘示弱 把康勋的外套拿过来自己披上 两个大男人展开了一场幼稚争抢 可怜素贞最后还是搓着胳膊忍受寒冷 两人无知无觉 较量还在继续 言语为素贞吃东西 康勋张开嘴一口吞下 言语故意加了一口滚烫的 康勋果然上当 可他烫得呲牙咧嘴 却还忍着称赞美味 素贞没看出两人针锋相对 反而误会 两人再搞社会主义兄弟情 受不了被冷落 他起身去洗手间 素贞不在 两个男人打开天窗说亮话 言语责怪康勋多管闲事 康勋表示 素贞需要一个一直黏在他身边的男人 在那个男人出现之前 他要一直守护素贞 而且他深知言语对感情的态度 所以一定会阻止素贞和言语交往 素贞回来 两人终止了话题 这时康勋突然接到出任务的电话 只能先走一步 电灯泡离开 言语终于松了口气 他吃醋素贞和康勋的关系 比看上去还要好 素贞称两人一起长大 从小只要康勋受伤 他也会跟着生病 因此在他的意识里 康勋绝对不能受伤 两人起身看星星 言语拿出素贞的随身听 他已经把随身听修好 希望能与素贞一起听里面的歌 耳中传来歌声 抬头仰望星空 素贞倾诉 自从学长劈腿后 每次听到这首歌 他都想哭 但此刻他却觉得很美好 言语提出要求 既然一起听了这首歌 以后他就是素贞命中注定的男人 此话一出 几分顿时暧昧了起来 谁料又一个电灯泡突然出现 美恩尾随康勋 不小心迷了路 绕了半天没回到营地 误打误撞走到了言语这里 言语正想给两人做介绍 美恩主动出击 她是言语的前女友 得知测试心电感应那晚 美恩见过言语 素贞猜测 美恩就是干扰他们心电感应的另外一人 言语不甘心实验失败 申请重新做一次 这次的规则由他来定 如果实验成功 希望素贞同意两人正式约会 言语指定了两个地方 一个水族馆 一个美术馆 两人顺应心意选择去哪里 看看最终能否相遇 素贞信以为真 殊不知言语有备而来 实验当天 言语让同事暗中跟在素贞身后 随时向他报告素贞的行动路线 同事随着素贞在地铁里穿行 言语开车在路上追查行踪 遗憾的是同事不小心跟丢了素贞 中断了言语的计划 极限二选一 言语衡量之后选择去了水族馆 可惜他并未在水族馆里看到素贞的身影 这时他接到了素贞的电话 言语正想说话 听到电话里传来讲解作品的声音 意识到素贞在美术馆 他谎称自己正被堵在路上 素贞一直等到美术馆打样 都没等到言语 以为两人有遗憾错过 他心情低落 就在这时言语向他跑来 他认定言语就是自己的DNA爱人 两人在大街上玩耍 都为关系有进一步发展而开心 言语想去吃饭的餐厅排队 素贞带他去自己的秘密基地便利店吃泡面 倾诉每当心情惆怅时 都会来这里吃东西放松心情 今天是个高兴的日子 把他认为的美食店分享给言语更值得高兴 言语笑而不语 但回到家 他特意煮了一杯具有消炎抗菌功效的茶饮 用来安抚被垃圾食品折腾的肠胃 让他头疼的是 素贞格外钟爱垃圾食品 任重而道远 他要让素贞认识到饮食的重要性 素贞兴奋地在床上打滚 他要好好享受 从暧昧一步步走向恋爱的滋味 就在这时言语突然打来电话 约他明天一起吃饭 素贞明明高兴地要死 却想慢慢来提出周六见面 得知言语周六加班 他一秒改变心意 明天下班就见面 刺着两人约在言语精心挑选的餐厅 谁知刚坐下就遇到了 带着新男友一起来的美恩 美恩过来打招呼 新男友提议并捉 言语想与素贞单独进餐 拒绝了提议 素贞却愿意并捉 上次查询美恩的资料 他知道美恩是妈妈的单女儿 虽然他对妈妈颇有怨言 但也想多了解美恩一些 四人同桌而坐 言语帮素贞布菜 素贞看着一桌丰盛的饭菜 只觉油腻 在言语的注视下 只好勉强吃了一口 美恩看到言语的举动 心里有些不舒服 壮丝无意提起 他和言语常来这家餐厅 言语比想象中还挑嘴 素贞目睹言语 美恩用同样的方式品尝美食 在心里吐槽 两人又不是灵魂伴侣 为何动作非要一模一样 一直不出声的新男友询问 言语跟素贞是不是情侣 素贞结巴解释 言语打断他的话 表示两人正在互相了解 美恩突然拿起桌上的红酒 意外言语点了这个牌子的红酒 他告诉素贞 他们一起去过保加利亚 当时言语也点了这种酒 言语解释是很多旅游搭子们一起去的 他们只是其中一员 新男友从对话中才出了言语的身份 美恩在书中写过 曾与念念不忘的前男友一起旅行 两人口味喜好完全一致 分手后还是有心动的感觉 现在看来哪个前男友就是言语 新男友无法忍受这种不正常的关系 禁止离去 美恩很尴尬 抱歉后也起身告辞 一顿饭让四人都不欢而散 素贞摸着别别的肚子 去便利店选购食物 他选购啤酒 突然出现了康勋也拿了啤酒 他选了零食 康勋也拿同款 两人的口味从小到大都出奇相似 素贞建议严与美恩之间的关系 康勋打击他 那两个人从习惯到喜好有很多共同点 素贞无奈感叹 遇见命中注定的爱人和拥有命中注定的爱人 根本就是两回事 素贞闷闷不乐 想不明白 严与同美恩将往三年分手两次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两人分分合合 同时亚利创造出一个新名词 物以类聚的同类细菌 他最近在研究中发现 以食喜好相似的人拥有同种肠道细菌 这类细菌会让对方将彼此视为交配对象 进而勾引对方 素贞从中得到启发 从现在起 他要与言语吃一样的食物 他要让言语的肠道细菌跟他的物以类聚 另一边 康勋怀疑上次进行救援的公寓火灾不像是意外 根据现场勘测不是瓦斯爆炸或线路起火 而且房间里的花瓣也没有烧焦 看起来疑点重重 在火灾中丧生的死者正是严与爸的情妇 严与爸为其举办了葬礼 严与妈竟意外现身 声称这是自己老公的事 不能坐视不理 严与妈离开神 看了一眼正在同死者家属交谈的神父 严与爸命人暗中跟踪妻子的行踪 怀疑妻子与情妇的死有关 严与在医院听到了众人对死者的议论 连带他们一家三口也成了被关注的焦点 但他没想到父亲在他面前怀疑母亲是凶手 父亲声称情妇怀了身孕绝不可能寻死 见严与毫无波澜 父亲训斥他 有血缘关系的手足死了 他竟然无动于衷 就算他不把那个孩子当成亲人 情妇也是他治疗的产妇 这样的他没资格当妇产科医生 严与怒急返笑 在他心里 眼前这个男人才没有资格当父亲 当一个女人的丈夫 严与正处理家务事实 素贞为了实施计划 借用康勋家的餐厅给严与来了场吃播 从准备食材到成品入口展示了每一步 要求严与同他吃一样的食物 康勋只当他在玩闹 还煞有其事给他戴上了厨师帽 只是把帽子揭开让他露出眼睛时 康勋忽然莫名心动 连续几天吃播过后 素贞询问严宇 有没有便秘或者大便改变颜色 严宇报了这几天吃的食物 素贞这才发现 他并没有按照自己的食谱用餐 计划失败 素贞很伤心 严宇听出素贞语气不对劲 为了哄素贞开心 他特意在家里准备了大餐 邀请素贞过来用餐 门铃响起来人却是美恩 今天正好是美恩的生日 他来找严宇一起庆祝 严宇直言 邀请了素贞来吃饭 他想过二人世界 美恩不甘心 却也只能尴尬离开 素贞准时赴约 为了捧场 他大口吃东西 表示这是他第一次吃得这么幸福 话刚说完 肚子传来一阵叫声 避免严宇不自在 他谎称稍微有点乳糖不耐受 过一段时间就好 严宇邀他一起看电影 示意他坐到沙发上来 素贞给自己加油打气 强忍腹痛 走到沙发上用脚顶住屁股 希望撑过这一阵 严宇对他的不是毫无察觉 拿出准备好的发卡 别到他的头发上 气氛暧昧 素贞佩服自己肚子疼的情况下 还能心动 可等严宇要表白时 他实在忍不了了 抓起东西冲出去找洗手间 严宇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拿起衣服追出家门 素贞在大堂的洗手间里 疼得死去活来 撑着一口气打电话 求助康勋 康勋火速赶来 将他抱上救护车 追出小区的严宇 没能看到素贞的身影 也不知道素贞就在 从他面前经过的救护车上 他再次拨打素贞的电话 接听电话的却是康勋 素贞被康勋紧急送进医院 严宇得知消息 也匆匆赶来 医生诊断素贞得了急性肠胃炎 此外 坐下富有异物 疑似子宫肌瘤 需要做进一步检查 安顿好素贞 严宇吃醋素贞 每次有困难 都第一时间找康勋 他想知道 康勋在素贞心里 是怎样的存在 康勋表示 每个人都有能一起 承担痛苦或快乐的人 他不在意素贞 只在需要的时候找他 无论何时 只要素贞需要 他就会像今天一样出现 素贞打完点滴后出院 康勋爸亲自煮了粥 交代康勋务必让素贞吃完 哪怕一口一口味 也要让素贞吃下 素贞果然抗拒 梅滋梅味的白粥 就算康勋投胃 也不情愿张嘴 还让康勋尝一口 了解自己的感受 康勋正要把汤匙放进嘴里 雅力跑出来阻止 共享汤匙等于间接接吻 素贞无所谓 这又不是两人之间第一次共享汤匙 康勋却把碗推远目露嫌弃 康勋交代他好好养病后起身离开 素贞为了感谢康勋爸 拿了一把水晶追出去 让康勋带回家 康勋听到喊声停住脚步 素贞跑到楼梯 一个刹车不稳 扑倒了康勋 倒在地上的瞬间 两人嘴唇相贴 素贞站起来无所谓的摩摩嘴 康勋却再也无法平静 把水晶送回家 康勋脸色潮红 心脏仍旧急速跳动 他出去跑步 平复情绪 跑到他和素贞小时候 常来的公园 想起了两人第一次见面的情形 那时他因妈妈生病 时常一个人哭泣 素贞健壮 使出浑身解数安慰他 从那以后 康勋便把素贞当作亲姐姐 这些年 他也如弟弟对待姐姐那般照顾素贞 可刚才意外的一个文搅乱了他的心 他静后之后觉得发现自己喜欢素贞 素贞来言语的医院做详细检查 医生告知 子宫肌瘤太大 必须马上做手术 素贞听到要做手术 还可能有并发症 吓得弹作起来询问详情 女医生不满他一惊一乍 让助手向他解释 自己冷漠离开 听完解释 素贞和医生确定了手术时间 为了找人陪护 他犹豫再三 还是联系了妈妈 妈妈得知手术时间 称那天正好有画展 两个月之后才有空 让他把手术时间挪到两个月以后 素贞控诉 哪有手术等人的 他难过就连这种性命攸关的大事 都要配合妈妈的时间 素贞委屈又伤心 他给去世的爸爸发信息 倾诉害怕一个人进手术室 害怕全身麻醉 如果爸爸能在身边握着他的手 他就没那么害怕了 言语听到了这番话 他没有上前打扰 而是找到素贞的主治医生 共识多年 他知道对方冷漠又毒舌 恳请这次可以对素贞温柔一点 女医生并不买账 没必要因为素贞是言语喜欢的女人 他就要特别照顾 还嘲讽言语竟会喜欢上一个爱发牢骚又幼稚的女人 言语要求把素贞转到他名下 他亲自给素贞动手术 另一边素贞不甘心 又给妹妹打去电话 希望手术当天 妹妹能来陪自己一天 妹妹正和美恩等人一起喝酒玩游戏 不满被素贞打扰直接回绝 美恩无意间听到对话 这才知道两人是亲姐妹 他打探素贞是个怎样的人 妹妹抱怨素贞是个傻子 无法丢弃骗钱的朋友 无法丢弃劈腿的男友 就连总是鳄语相向的家人都舍不得丢弃 维儿的家人都无法陪自己 素贞只好给康勋打电话 康勋保证会在手术前一天就过去陪他 从现在起他就是素贞的监护人 素贞这才放下心来 和雅丽来店里吃饭 电视上正播放男女主接吻情节 康勋忍不住想起素贞给他的意外指吻 突如其来一阵脸红心跳 他赶紧关了电视 压力看出他脸红 怀疑他光是看到吻信 就肾上腺素和多巴胺飙升 康勋没办法解释 转身逃出门外 素贞接受数前检查 言语为了缓解他的紧张 给他戴上耳机 塞给他一个遥控器 交代他不舒服就按按钮自己就在外边 素贞心里暖暖的 舒心享受被治愈基因疗愈的感觉 康勋来到医院看到结束检查 站在花束中的素贞 忽然再也挪不动脚步 小时候素贞在花瓣中欢笑的场景 跟现在重合 他在放慢的镜头里听到了坠入爱河的声音 两人一起去吃饭迎面碰到美恩 美恩已经知道素贞是基因研究员 他想找素贞做个检查 素贞递上自己的名片 看到言语出现 他突然两眼放光 言语嘱咐素贞不要吃垃圾食品 吃点有营养的食物 美恩看出康勋喜欢素贞 提醒康勋光在心里喜欢没用 需要表达出来 如果康勋需要 他随时可以送上自己写的恋爱教程 教教康勋这个恋爱小白 饭后素贞接到言语的电话 称有东西要给他 两人在一个安静的公园见面 言语称这里是他的秘密基地 每当心情不好时 就会来这里散心 说着将准备好的东西拿出来给素贞 有手术后可以饮用的茶 住院时穿的拖鞋 无聊时可以看的书 还有术后用来保暖的暖天 素贞再次相信他与言语有心电感应 因为每一样都是他需要的 素贞袒露家人对他漠不关心 如果是言语的家人肯定不一样 他很好奇 从未听言语提起过亲人 言语有意回避这个问题 起身送素贞回家 晚上康勋在医院守了素贞一夜 素贞要求他帮自己绑头发 康勋笨手笨脚坐过去 一边绑一边说笑打闹 言语看到两人的亲密模样 气得踢了一脚柜子 转天 手术即将开始 康勋却在这时接到了消防队的电话 有火灾发生 需要紧急行动 康勋领走前没有叫醒熟睡的素贞 但他打电话通知妹妹立刻过来 务必陪素贞进手术室 可惜妹妹姗姗来迟 素贞一个人被推进手术室 不妙的是 言语因为抢救车祸孕妇 正在进行另一场手术 给素贞做手术的换成了其他医生 素贞恐慌害怕 不自觉流出了眼泪 就在他睁开眼睛时 意外看到言语出现在面前 言语安抚他 想一些美好的回忆 手术很快就会结束 素贞想起了小时候 一家四口在海边玩耍了画面 那是他记忆中为数不多的美好时光 手术很成功 素贞醒来后 感谢言语为他做了一切 看着近在迟迟的言语 他控制不住心动 直接亲了上去 此时结束火灾救援的康勋 急匆匆赶了过来 可他看到的却是素贞和言语接吻的画面 素贞和言语一吻定情 商量出院后甜蜜约会 言语想找个气氛好的地方 开车都疯 素贞想一整天黏在家里过二人世界 两人说笑打闹 异常甜蜜 目睹二人拥吻的康勋借酒交仇 遗憾自己太迟钝 后知后觉喜欢素贞的心思 他回想起素贞失恋后 找他诉苦的画面 那时候的素贞哭着问他 这世界上到底有没有真心爱他的男人 康勋安慰到 一定会有人全心全意地爱他 现在察觉自己就是那个全心全意爱着的人 可心晚了一步 出院当天 言语送给素贞一双漂亮的鞋子作为礼物 素贞也送上情侣手链 希望两人心手相牵 永远绑在一起 晚上不舍分别的两人包电话中 素贞闲聊和言语在一起之前 他的理想型是父亲那样的男人 每次想起父亲他就有很多后悔的事 最后悔的莫过于 父亲曾经想要一双登山鞋 但直到父亲去世 他都没送出父亲喜欢的鞋 现在想起素贞仍旧不能原谅自己 言语久久没有给出回应 素贞意识到对方已经睡着 轻轻说声晚安 挂了电话 次日言语来找素贞 送上一双父亲穿的登山鞋 这是一份迟来的礼物 但他依然希望能尽力弥补素贞的遗憾 素贞心中感动 对言语的喜欢更上一层楼 美恩收到旅行同号会的会友 发来的排婚纱照信息 邀请成员们穿着韩服参加 他给言语打去电话 邀请言语一起参加 言语回答自己有约 会在群里向大家说明 挂掉电话 言语约素贞明天来家里吃饭 素贞刚答应完 康勋就问他明天有没有空 素贞实话实说 明天和言语一起吃晚餐 是要为这次的爱情画上圆满的句号 康勋有些落寞 没在说什么 第二天 言语来接素贞下班 两人刚要走 素贞突然收到花店老板发来的信息 他上周预定的花已经准备好 素贞猛然想起 今天是康勋母亲的继任 他匆忙向言语说抱歉 娶了花赶去墓园 康勋父子见素贞到来都很高兴 每一年的花都是素贞准备的 他们很欣慰素贞今年没有缺席 康勋父亲想单独和王妻说说话 让两个孩子随便转转 两人转到对面的景区 见到一些穿着韩服的人在拍婚纱照 让人没想到的是 言语和美恩也在其中 素贞和言语面面相去 不成想没约成会的两人 分别与异性朋友在一起 回去路上 康勋看出素贞的在意 素贞坦白或许是DNA的关系 就算言语让他受伤 他也控制不住地喜欢对方 言语同样吃醋又心痛 美恩火上浇油 一般关系的男女 不会参加对方母亲的继任 暗指素贞和康勋关系亲密 美恩再次在早餐摊偶遇康勋 她建议康勋向素贞告白 若错过告白时机 可能就错过一辈子 素贞和言语一起吃早餐 两人都默契地没有提昨天的事 但素贞心中警铃大作 好像餐厅里的每个女人 都对康勋虎视眈眈 言语邀请素贞去汽车影院看电影 素贞心不在焉 思索怎样切断她的风流章鱼脚基因 试完饭回到研究所 不甘心的美恩来找素贞 她一眼看到了素贞的鞋子 壮丝无意地表示 言语很喜欢这个牌子的鞋 素贞低头描去 发现两人的鞋子除了颜色 其他都一样 美恩为了宣示主权 不顾素贞的反应 自顾自说着 她和言语交往三年 对彼此了解得太深 素贞不甘示弱 声称会和言语好好交往 因为言语是她的命定伴侣 两人基因匹配 注定会吸引对方 美恩临走前 貌似好心给素贞一个建议 素贞气得发狂 她爱的男人 拥有风流章鱼脚基因 注定被一群女人包围 她给自己洗脑想开点 可美恩的挑衅历历在目 让她无法平静 同事雅丽吐槽 谁让她爱上一个 拥有风流基因的男人 基因没办法改变 这句话提醒了素贞 基因虽然不能改变 但可以改善 她不眠不休 研究出了一种 改善风流基因的喷雾剂 一起去看电影时 她把喷雾剂送给了言语 希望能起作用 另一边 言语爸久违地回到家里 然而言语妈还没来得及高兴 就看到丈夫提着行李箱出来 告知会让司机将离婚协议书给她 言语妈慌了 挽留丈夫不要走 只要不离婚 她以后不再担设言语爸在外面找女人 反正用怀孕 拖丈夫后腿的女人已经不在了 言语爸想怎样就怎样 言语爸紧紧盯着妻子 怀疑就是言语妈将情人害死的 见言语妈不肯承认 她撂下一句话 言语妈很擅长用这副被害者的模样 把言语绑在身边 这让她觉得恶心 言语送素贞回家的路上 接到了妈妈哭诉离婚的电话 心情郁闷的她跑去康勋家的餐馆喝酒 她向康勋倾诉 多年以前她就知道父母是这样的结果 只是这一天终于来了 她的心情有些微妙 康勋无法感同身受 只能默默陪她喝酒 第二天一大早 美恩找来言语家 想向她表白 关键时刻言语接到了素贞的电话 原来康勋给素贞和同住的雅丽做了好吃的 素贞想叫言语一起 视频接通还没来得及说话 就见美恩凑过来打招呼 素贞找借口慌忙挂了视频 一个女人一大早出现在男人家里 雅丽怀疑美恩在言语家过夜 康勋想打电话帮她问清楚 素贞拒绝询问 一个人去跑步发泄情绪 言语意识到素贞会多想 对美恩下了逐客令 匆忙冲出去找素贞 天空突然下雨 康勋担心素贞会淋雨 也立刻去找素贞 言语先一步看到素贞 她将素贞拉到散下 让素贞不要假装洒脱 吃醋就说出来自己会解释 因为她胡思乱想的可能性都不是真的 素贞委屈地捧着言语的脸 希望这张脸可以变丑一点 希望言语既不是医生也没有钱 这样眼里就只有她 解开心结的两人 甜蜜漫步在雨中 吃来一步的康勋 心中胀痛 有人比她先找到素贞 她总是晚一步 就素贞父亲时晚了一步 认清自己的心意晚了一步 如果能早一点明白自己的心意 不知道会不会有不一样的结果 素贞和言语结束甜蜜约会 分别前言语叫住素贞 询问她有没有忘了什么 素贞会错了意 羞涩说了两遍她爱言语 不想言语听到这句话脸上笑容消失 拿出素贞遗落在车上的呼叫器 素贞尴尬地抢过来 目送言语上车离开 言语看着素贞的身影 直到素贞也想听自己说一句爱她 可她从小见证了父母直离破碎的婚姻 导致她不敢回应素贞的心意 也没把握两人能一起走下去 素贞被言语的不回应伤害到了 靠跑步发泄情绪 第二天她又满血复活 同雅丽和同事热聊 她与言语之间的爱情故事 雅丽揭穿她的幻梦描述 故事的开始是素贞偷走了言语的囚衣 从中提取到了和她匹配的DNA 坚信言语是她的命定爱人 两人才有之后的发展 这些话正好被来找素贞的美恩听到 美恩没在上前 趁没人发现转身离开 素贞来医院找言语 失望言语没有戴情侣项链 言语解释 洗澡时摘掉忘了带 素贞信以为真 兴奋地商量要去购买旅行时 穿的情侣运动鞋 言语回避 直说以后会好好戴项链 素贞不甘心 开始打探言语的家庭情况 在她看来 两人在一起就要熟知对方家人 言语拒绝得很明显 素贞是在和她谈恋爱 不是在和她家人谈恋爱 说完以工作为借口 先走一步 素贞感觉到了言语的冷淡 向雅丽倾诉 她在言语面前越来越不敢说心里话了 怕言语不舒服 跟言语在一起时 她感到开心 但分开之后却觉得不安 问题在于她对言语一点也不了解 才造成现在患得患失的局面 雅丽直击问题本质 言语只是玩玩而已 素贞却总是希望她付出真心 或许有压力的应该是言语 素贞上班时边发信息边走路 一个没注意撞到了玻璃门上 她把鼻子贴着创可贴的照片 发给言语 分享一大早的糗事 言语回了她一张 喷洒改善精英喷雾剂的照片 约她下班后一起去公园运动 素贞的坏情绪一扫而空 下班后高兴来到公园 两人边跑边闹 重新恢复了往日的甜蜜 素贞看到了同样在跑步的康勋 叫住人才察觉 她和康勋穿了一样的衣服 她抱怨康勋穿这件衣服前 应该同她打声招呼 后悔当时买一送衣 买了两件 言语叫停了打打闹闹的两人 邀两人回自己家吃晚餐 康勋为了忽略在厨房黏黏呼呼的两人 百无聊赖地看起了电视 意外看到美恩和素贞的妹妹 主持了一档恋爱节目 言语让素贞去冰箱里拿鲍鱼 素贞在鲍鱼箱子里 看到了言语和美恩的合影 照片背后还写着 希望言语能珍惜两人在一起的时刻 康勋注意到素贞的受伤表情 迅速走过来查看 并把照片塞进了衣兜 用餐过程中 美恩在节目上宣读观众来信 观众喜欢用语言和肢体表达爱意 男友听到表白却不回答 每当这时观众都会感到不安 他想知道这种情况 还要不要继续交往 这个问题正好是素贞的内心写照 康勋自然知道素贞想要什么 借着探讨节目点言语 女生都主动说爱了 男生却不肯说 真是难以理解 言语反驳 有些人就是把爱藏在心里 用心感受就好 不一定非要说出来 素贞俱里力争 对一个人足够喜欢 自然就会想表达出来 越常表白爱意 感情越深厚 言语站在自己的角度 告诉素贞 有些事对别人来说简单 对某些人来说很难 康勋见气氛冷场 主动调节气氛 取笑素贞从四岁起就开始告白 素贞附和了两句 起身去洗手间平复情绪 康勋趁机将照片交给言语 告知素贞也看到了照片 言语随手将照片扔在桌上 表态照片出现在他眼前 和丢掉没什么两样 康勋担心言语以后 也会像现在这样 丢弃和素贞的回忆 回家路上 素贞闷闷不乐 康勋不知道如何安慰 只能无声陪伴 回到家 康勋把那件一样的衣服 丢进垃圾桶 刚扔完他就后悔 费九牛二虎之力 又把衣服拽了出来 抱在怀里 向虫食食而复得的宝贝 言语约见美恩 他拿出照片 警告美恩 以后不要再做 会让素贞误会的事 美恩心有不甘 向言语表白 他想追回言语 重新和言语在一起 说完这些 美恩提起素贞 从言语的求医上 采集到DNA 测试出两人是基因爱人 言语听后露出一抹复杂的笑 美恩来找素贞 他向素贞发起挑衅 他和言语都是把爱情当游戏的人 就算游戏再怎么有趣 也不会赌上自己的人生 素贞不相信言语是这样的人 坚信言语是他命中注定的另一半 素贞反击 如果言语真是他的命中注定 就会对他做一些 没对其他女孩做过的事 他可以测试 看看在言语心中 是否真的与众不同 素贞不甘认输 让美恩说出测试条件 美恩指出第一条 坚决不使用情侣用品 素贞亮了亮手上的情侣手链 这一条已经通过 美恩又说第二条 不管是亲人还是朋友 绝不向其他人公开女友 这一条也通过 研究所里有言语认识的熟人 早已知道两人的关系 素贞信心满满 但接下来的两条 他无法反驳 一条是禁止提起家人 另一条是绝不会说爱他 但他不想认输 明天就是他与言语的海边旅行人 他一定通过另外两条测试 隔天 小情侣来到海边 撒欢打闹 异常甜蜜 只是言语抗拒拍合照 每当素贞把镜头对准他 他都会找各种理由避开 素贞见海边有油桶 拉着言语写信 互相寄给一年后的对方 他满怀爱意 写下他爱言语 言语写完 想把信塞进油桶时接到了医院打来的电话 素贞拿着两人的信 想一起放入油桶 却意外看到言语的信上写着 不知道一年之后和素贞在一起的是谁 但希望对方是个全心全意 爱素贞的好男人 素贞这才知道 言语从未想过两人的以后 甚至还在一起时 就做好了分手的准备 伤心的他迅速结束了行程 回程路上 言语眼前一片模糊 差点出车祸 素贞提醒他 他体内有视网膜色素性变的基因 一定要注意 与此同时 美恩在康勋家的餐馆喝得鸣鼎大醉 康勋怕他着凉叫他起来 美恩却在这时说出一个惊人的秘密 那天美恩和言语说起 素贞在求医上提取DNA的事 言语自嘲 素贞把康勋的求医当成他的带走了 所以求医上的DNA是康勋的 美恩还在自说自话 素贞的DNA恋人不是言语 而是康勋 康勋在震惊中转头 看到素贞出现在门口 素贞无法接受突如其来的事实 回想起被他认为心有灵犀的心电感应 确实每一次都有康勋的存在 只是他刻意寻找和言语之间的默契 忽略了日日陪在他身边的康勋 素贞不甘心 想要再次测验他与言语之间 到底有没有心电感应 于是像上次一样选择两个地方 他和言语按照心中所想 选择一处前往 看能否相遇 言语顾忌重施 再次让同事暗中跟踪素贞 随时向自己报告素贞的路线 他开车赶过去 同事跟着素贞倒了几趟地铁 眼见即将到达目的地 报告完情况功成身退 素贞偶然一瞥看到了同事的背影 还以为只是偶遇 到达目的地 素贞一眼看到了言语 他激动着两人之间有心电感应 轻手轻脚走过去 想给言语一个惊喜 谁知言语正在和同事打电话 抱怨同事提供的情报不准确 他到现在还没见到素贞 素贞的心瞬间凉了 他和言语拉开距离 给言语打去电话 晃称自己在另一个地方 言语马上表示 他正在开车赶往 路上发生车祸堵车 希望素贞等等他 可挂了电话一转身 他竟看到素贞正站在他面前 真相暴露 言语只好承认 根本没有所谓的心灵感应 所有的巧合都是势在人为 希望素贞明白 两人互相喜欢和DNA没关系 素贞无法接受 一直坚信的基因匹配 是个谎言 指责言语利用他的信念感 欺骗他 他需要时间冷静 素贞度过了几天伤心的日子 这天言语妈来找他 表示以后不再减肥 不再保养 因为已经想通 不会再做无用功挽留不爱他的丈夫 他唯一亏欠的是儿子 这些年儿子目睹他生活在痛苦中 导致不相信爱情 素贞不知道言语妈的身份 也不知道他口中的儿子就是言语 隔天言语接到家中花房失晃 父亲死亡 母亲昏迷的消息 原来言语妈主动打电话 叫言语爸回家谈离婚的事 等言语爸来花房找人 花房突然燃起大火 让他命丧火海 一席之间家庭遭变 言语难以接受打击 办完父亲的葬礼后 一个人跑出去散心 素贞等人非常担心言语的状况 言语发信息 说去一个温暖的地方重置回忆 素贞忽然想到了 上次他和言语一起去旅行的海边 他立刻赶到海边 看见言语果然在这里 他在葬礼上已经知道言语妈的身份 便把言语妈说的那些话告诉了言语 见言语反应迟钝 他摸摸言语的额头 这才察觉言语正在发烧 将人带到宾馆安置下来 素贞贴心陪伴 希望言语走出伤痛 言语袒露了少年时 察觉父亲出轨的秘密 以及母亲总是沉溺在过往 不管他的心酸 素贞给康勋发信息 告知已经找到言语 两人在这边住一晚 随后不知不觉睡着 康勋收到素贞不回来的信息 莫名觉得不放心 出发去找素贞 可到了目的地 他又觉得自作多情 素贞醒来 言语已经不在 只给他留了张便尖 上面写着谢谢 对不起 举目无亲的他 一个人在大街上流浪 他拿出康勋给他的呼救器 自嘲离得这么远 就算按了 康勋也不会出现 然而按完的下一秒 康勋突然出现在他面前 素贞渲染玉器 康勋什么都没说 拉起他的手去吃饭 与此同时 一个黑衣人 在墙上贴满了照片 言语父亲 言语妈 以及言语父亲的情人 三个死的死 残得残的人 都被打上了叉 而黑衣人的下一个目标是言语 素贞不明白 言语的不辞而别是什么意思 谁知此日言语就主动来找他 归还了情侣狩猎 提出分手 希望他和真正的DNA恋人康勋 在一起幸福快乐 素贞用暴隐暴食来消解分手的痛苦 可是和言语的过往不停在脑海中闪现 越想忘记越难忘怀 康勋目睹素贞的痛苦 主动去找言语希望他不要轻易说分手 言语心意已决和素贞在一起多一天 他就更爱素贞一分 他害怕越陷越深 却无法承担一生一世的诺言 尽早抽身对素贞来说才是最好的 康勋为了让素贞尽早从伤痛中走出来 带素贞跑步 还特意给素贞买来荧光的拖鞋 让素贞像小孩一样蹦蹦跳跳 康勋决定不再错过抓住素贞的时机 他让素贞妹妹陪他做造型买衣服 要以全新的形象出现在素贞面前 素贞看到身穿大衣 手捧鲜花的康勋突然出现 足足愣了好几秒 直到康勋请求去约会 两人来到溜冰场 康勋耐心教素贞 可素贞看到每一个熟悉的东西 都会响起和言语在一起的甜蜜瞬间 有些回忆就算刻意遗忘也会在不经意间冒出来 同样言语为了尽快放下素贞 在同事的帮助下选择相亲 但是对方随口说的一句话都能触动他对素贞的想念 美恩及时出现 搅防了相亲 他知道言语这样做只是自欺欺人 为了给自己争取一个机会 他隐晦表达了停止多编练以后 只和一个人在一起的想法 言语听懂了 却没有给他回应 康勋送素贞回家 素贞发现家门口的电线杆上挂满了小灯 他知道是康勋挂的 康勋也没有隐瞒 路灯坏了 担心他走夜路不安全 素贞心中感动 不由得想起四年前 他和康勋去当大脑与认知实验的志愿者 当时研究人员以为两人是情侣 得知不适 研究人员很惊讶 因为两人脑神经活跃范围一致 表示两人接触同样的东西 感官会有相同的反应 所感受到的情绪 几乎天生就一模一样 素贞仔细回想 这些年来陪在他身边的人一直都是康勋 或许他该好好审视他与康勋之间的DNA匹配基因 次日研语为那位曾经想跳楼的产妇做剖腹产手术 产妇拜托研语向素贞表达感谢 若不是素贞的劝慰 他没有活下来的打算 孩子顺利出生 产妇却大出血 凶多吉少 在研语的权力抢救下 产妇最终平安度过危机 研语再一次见证了生命的脆弱 回到母亲的病房 他想起母亲对素贞说的那些话 母亲也曾希望他和素贞谈恋爱 他不想再压抑自己的感情 怀着忐忑的心情去找素贞 不想刚到路口就见素贞搀扶着康勋爸在路边等车 两人全都惊慌失措 就在刚刚电视新闻上播报 一位徐姓消防员在火灾救援中受伤严重 被送进医院抢救 两人联系不上康勋 立刻慌了神 言语得知原委开车送两人去医院 看到几个消防员正在手术室门口等待 素贞的心又沉了一分 就在这时康勋的声音传来 素贞转身 看到康勋大步朝他走来 那一刻他想起父亲去世时 他浮在康勋怀里痛哭的场景 人生中最黑暗的那天 一望基因抹去了当时发生的一切 也让他忘了陪在他身边的康勋 此刻扑在康勋怀里 他终于意识到总是守护他 在他最难受时 会逗他笑的人 就是他的DNA恋人康勋 素贞从康勋怀里抬起头 转身寻找言语 却发现言语不知何时已经离开 康勋将他抱进怀里 保证永远陪在他身边 雅丽给康勋出谋划策 早点向素贞告白 把言语从素贞心里赶出去 康勋闻言约素贞去情侣约会圣地 每一次对事 每一次靠近都让他心跳加速 然而他看出素贞还没有完全放下言语 对他来说素贞的感受永远是最重要的 他愿意等素贞彻底放下之后再告白 言语去育幼院参加活动 意外得知父亲二十多年来 一直在资助育幼院的孤儿们 尤其对其中一个男孩格外照顾 言语看到男孩的照片 猛然想起他小时候见过这个男孩 当时他为母亲鸣不平 去找了父亲的情人 情人的儿子追出来 质问他为何对妈妈说不尽的话 言语告诉男孩 他妈妈是小偷 偷走了自己家最重要的东西 从那以后 他再也没见过那个男孩 不想对方竟然一直是父亲的资助对象 此时修女告诉他 男孩已经长大 现在是神父 说到这儿 神父正好走过来 言语想起 神父曾出现在父亲的葬礼上 他询问神父是否记得小时候两人见过面 神父表示他现在是神职人员 早已和前程往事划清界限 言语没有再追问 却觉得哪里怪怪的 其实他并不知道 神父一直在暗中监视他们一家人 导致父亲身亡的那场火灾 正是神父的手笔 神父在言语妈购买的盆栽上做了手脚 言语爸走进花房 盆栽突然爆炸自然 花房燃起熊熊大火 言语爸当场死亡 言语妈昏迷不醒 如今神父又把目标对准了言语和素贞 偏偏言语还没察觉危险的降临 素贞收到做义工的通知 这才想起来 和言语分手之前 两人一起报名参加了该活动 避免见到言语难堪 他想取消活动 却被告知无法取消 素贞硬着头皮参加 尽量和言语保持距离 可怕什么来什么 清理河道时 同样喜欢清静的他和言语误打误撞 碰到了一起 他转身避开 谁知竟在河道发现了马蜂窝 言语听见惊呼 让他不要打草惊蛇 慢慢后退 随后拉起他的手疯狂逃跑 两人从河道跑到马路上 停下来才察觉 手还握在一起 素贞不自然地睁开 刚想说话缓解尴尬 一只蜜蜂忽然遮了他的额头 未免毒液扩散 言语背着素贞去附近的医院 分手之后 再次亲密接触 两人心里都不平静 当晚回到住处 言语试探素贞找到DNA恋人的感觉如何 素贞违心回答 很幸福 四日返程 康勋早早等在下车点 见素贞下车 第一时间关心素贞的伤口 言语看着两人亲密离去 只得黯然神伤 美恩委婉提出 想和言语同居的想法 两个同样寂寞的人 正好可以互相作伴 言语坦白 他忘不了也放不下素贞 非常后悔 主动放弃素贞 美恩再给他最后一次机会 让他去找素贞表白 如果得到回应 自己以后不再打扰 如果被拒绝 就回到他身边 言语鼓起勇气找到素贞 倾诉分手之后 他无时无刻不再后悔 经常想起分手之前 两人共度了那个夜晚 恳求素贞再给他一次机会 素贞虽然也没放下他 但拒绝了他的挽回 就在言语还想纠缠时 康勋忽然出现 希望言语不要再扰乱素贞的心神 说完带素贞回到房间 康勋害怕再次错失 拥有素贞的机会 终于表白喜欢素贞 说完往前一步 缓缓靠近素贞 素贞下意识闪躲 不小心碰掉了桌上的盆栽 花盆摔成碎片 康勋清理时震惊发现 花盆下面埋着油和钠 原来神父趁人不备 将盆栽放在了素贞家门口 并以康勋的名义留下卡片 素贞误以为是康勋送的 直接把盆栽抱回了家 不想神父千算万算 没想到花盆摔碎计划失败 康勋看到花盆里写有自己名字的小卡片 意识到事情很严重 但为了避免素贞担心 他谎称盆栽是他送的 康勋离开前 素贞坦白了心中的想法 希望再多给他一点时间 康勋保证 愿意等他完全放下言语 心里只有自己 刺热康勋拿花盆中的钠和油做实验 实验证明这两种物质浴水 就会发生爆炸 他查到了卖盆栽的花店 通过花店进货记录又追查到了供应商地址 为了确保素贞的安全 康勋买来一大箱迷你灭火器和各种防狼工具 嘱咐素贞必须随身携带以防不时之需 另一边 言语复合的请求被素贞拒绝 伤心之下决定辞职带母亲出国疗养 他把出国的消息告诉了康勋 同时也把素贞托付给了康勋 随后他约美恩在两人第一次相识的餐厅见面 做正式的告别 美恩想要同他一起去 不管去哪里都陪在他身边 但言语拒绝了美恩的心意 现在的他只能把美恩当朋友 康勋思来想去 还是把素贞收到爆炸盆栽的事告诉了言语 他已经分析过了 素贞与任何人都无冤无仇 不会引来杀身之祸 怀疑想要伤害素贞的人 有可能和言语父母遇害有关 言语思索身边的可疑之人 想起了让他觉得怪异的神父 于是立刻起身去育幼院调查神父的详细信息 康勋来到供应商园艺 果然在这里看到了很多同样的盆栽 他还在一本书里找到了一张照片 那是神父和教堂众人的合影 而最让他心惊的水 墙上贴满了言语一家人的照片 正中间赫然是素贞的照片 看到素贞的照片上被打了叉 康勋心中浮现不好的预感 他立刻给素贞打电话 却显示无法接通 他又匆忙跑回家 只见餐馆也收到了同样的盆栽 把盆栽销毁后 得知是刚刚有人送来的 他马上追了出去 看到神父的身影 康勋狂奔想抓住对方 奈何神父警觉迅速逃走 康勋见状赶紧去教堂赌人 此时言语拿到了神父来到 育幼院时的资料 了解到神父还有一个双胞胎地点 他回想与神父的对话 发觉虽然对面人的长相一模一样 但从说话时的反应可以看出 他两次见到的并非同一人 修女告诉他 弟弟来到育幼院后很快被收养了 不知为何又被退养了 但让人不敢相信的是 被退养后 弟弟放火烧了养父母的家 并且此后还涉及多起连环纵火案 是个问题孩子 言语瞬间明白了 家里发生的火灾 就是神父弟弟的手笔 当务至极是要找到对方人在哪里 与此同时 康勋来到教堂 看到神父正在做弥撒 时间表上写着弥撒时间 从晚上七点开始 可他在餐馆门口 见到神父时已经超过七点了 向周围人打探才得知 神父因为私事 弥撒刚刚才开始 康勋更加确定神父就是凶手 等弥撒结束 他上前置问神父到底是什么人 在谋划什么事 然而神父对他的盘问一无所知 压力与神父认识 也证明自己一整天都和神父在一起 神父因为身体不舒服 推迟了弥撒时间 绝没有外出 康勋拿出在园艺温室拍下的照片 揭穿神父害死了人 现在还打算害其他人 神父突然头痛欲裂 脑袋里不停回响弟弟说的话 他忍痛提醒康勋 必须阻止弟弟 不然又会发生火灾 或者有人死去 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一个人回家的素贞 被弟弟捂住口鼻迷晕 成了弟弟手中的猎物 神父弟弟将素贞劫持到 小时候妈妈经营的花式 然后给言语发去信息 要想救素贞 马上来两人第一次见面的地方 与此同时 神父告诉康勋 做坏事的是他双胞胎弟弟 一定要阻拦弟弟 否则他还会做出伤人的事 康勋立刻拨打素贞的电话 电话被挂断 他心中生起不好的预感 立刻去往神父弟弟的园艺室 查找蛛丝马迹 很快他在墙上看到了一张地图 上面标注的几个地方 都是曾经发生火灾的地方 他将最后一个标注的范围告诉神父 询问那附近是否有可疑地点 神父如实告知 当年妈妈的花式在那边 康勋立刻赶过去 并吩咐神父和雅丽报警 此时言语寻着小时候的记忆找了过来 看到素贞被绑在椅子上 他焦急询问素贞的情况 不想神父弟弟从后面将他打倒 同样绑了起来 事已至此 神父说出了所有的秘密 当年小言语找上门 怪罪他妈妈 抢走了严与爸 怒斥他们一家人都是小偷 直到那时 神父弟弟才知道 妈妈交往的男人是有父之父 他要去找严与爸算账 妈妈拦住他 称严与爸对自己很好 不像前夫那样喜怒无常 况且严与爸保证一定会离婚 弟弟认为妈妈插足别人家庭道德败坏 推开妈妈 一股脑跑走 妈妈被他推倒在地 桌上的蜡烛也吊在地上 点燃了干燥物 花式燃起了熊熊烈火 弟弟目睹妈妈命丧火海 他将这一切都怪到严与父子头上 发誓要找他们算账 成年后 弟弟目睹严与爸过得春风得意 他质问严与爸还记不记得他是谁 乃至严与爸根本不记得 等他说明身份 严与爸紧到他 过去的已经过去了 不要出现在自己面前 弟弟怀恨在心 先是烧死了严与爸的情妇 接着又对严与爸动手 至于严与妈 他是冲进火海就严与爸时被误伤 说完真相 弟弟在地上洒满汽油 定时一到 他引爆了点火的花盆 整个花式燃起大火 严与划开绳子 护着素贞往外逃 生死之间 两人都更在意对方的安危 很快 康勋和警察感到 康勋为了掩护素贞和严与 同弟弟在火海里搏斗 弟弟被打倒在地 康勋想带他出去 让他活着 接受审判 弟弟却在那一瞬间 看到妈妈的身影 出现在火海中 于是推开康勋 向大火中走去 得救的素贞和严宇 被送进医院 康勋遗憾告知神父 没能救出弟弟 神父悲痛 他成为神职人员 就是为了为弟弟赎罪 没想到 事情还是走向了 无法挽回的地步 素贞醒来 得知严宇被送进手术室 忍不住伤心哭泣 自责严宇是为了保护他 才受了伤 手术结束 严宇并无生命危险 但在火灾中 为了救素贞 不惜用手 撑住了着火的栏杆 导致右手灼伤严重 以后再也拿不了手术刀 素贞去看望严宇 经此一世 他知道自己放不下严宇 正想挽留严宇 不要去美国 却被赶来的美恩 和严宇同事打断 严宇妈已经清醒 从鬼门关走了一圈 她不愿再浑浑噩噩度日 愿意和严宇一起离开 开始新生活 美恩明白 严宇从未放下过素贞 她将严宇出国时间 告诉了素贞 希望两人见一面 把想说的话都说了 不要成为彼此念念不忘的遗憾 眼看严宇就要起飞 素贞匆忙追到机场 可她并没有看到严宇的身影 急得痛哭起来 素贞追到机场 可惜严宇已经起飞 两人遗憾错过 伤心之下 素贞发烧生病 康勋照顾素贞吃药 等素贞退烧 她主动离开 没再像之前一样 寸步不离 守在素贞身边 走出素贞家 康勋情绪低落 不知道该怎样安置 对素贞的感情 她在小吃贪偶欲美恩 美恩询问 没了严宇的阻碍 她与素贞的发展 是不是很顺利 康勋需要一个人倾诉 她告诉美恩 从前她一直以为 严宇离开后 自己就有机会 走进素贞心里 让素贞爱上她 可目睹了素贞 对严宇的种种反应 她才发现 素贞无法放下严宇 对严宇的爱 也不会因为距离而改变 素贞对她 只有亲情和友情 或许她应该放手 美恩已经从 对严宇的痴恋中醒悟 在她看来费尽心思对对方好 如果对方不需要 就成了负担 因此她劝为康勋 让喜欢的人自己选择 才是尊重和成全 素贞约康勋 来到两人小时候 经常来的地方 她告诉康勋 自己很后悔 用DNA匹配度 去寻找所爱之人 导致辜负了 言语的一片真心 她决定一直等言语回来 康勋得到意料之中的结果 虽然是失落难过 但也释怀 她最后抱了素贞一次 结束了这段无疾而终的暗恋 素贞走后 她意外看到 出来散心的美恩 她坦白了 被素贞拒绝的事实 自嘲总是想照顾别人 但一腔真心 却得不到想要的 美恩真诚表示 她是个非常好的人 只是还没遇到 属于自己的缘分 说不定身边就有等着 被她照顾的人 康勋听懂了美恩的暗示 意外看向美恩 美恩害羞地低下了头 一年后 言语回国 在一个偏远的乡村 当住村医生 素贞所在的研究所 去乡下给老人免费检查基因 两人在同一个地方 却完美错过 几天后 素贞再次来乡下 送检查结果 她听到身后 有个熟悉的声音 在叫她 一转身 竟是一年不见的言语 两人心潮澎湃 但都克制着对彼此的想念 言语对当初 差点连累 素贞遇害一事 耿耿于怀 悲观地认为 素贞和她在一起 会变得不幸 不敢贸然靠近素贞 素贞不敢问言语 这一年的经历 不知想她身边 有没有别的女人 因此 两人简单交谈之后 各自离开 素贞想了一夜 她不想就这样错过 于是给言语写了一张明信片 希望两人能重新开始 她去曾经和言语 约会过的地方寄明信片 没想到言语也在这里 素贞把明信片上的话 当面对言语说了 是她错了 只一寻找DNA恋人 错过了言语的一片真心 现在她只想遵循内心的感觉 一直和言语在一起 言语一把将她抱进怀里 倾诉无时无刻 不再想念她 两人紧紧相拥 感受彼此火热的心跳 又亲人终成眷属 是命运最佳的眷果 而美恩在节目上当众宣布 现在的她已经不是多编恋者 她想用心去尝试 只爱一个人的感觉 学会如何去爱 一转头 她看到康勋捧着鲜花 站在外面 一脸笑意地看着她 本剧结束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了 欢迎点赞留言 关注米虫的看剧和包剧频道 每天定时打卡米虫 一整天嘴角小玩玩哟 拜拜